款式很多 还有这块布料 你看 这里面可是真的有二十四K金线 是我爷爷在中东定制的 你看他老了还扫包 拿来做西装用的 没想到董事长也喜欢这个 这个房间里的布料真是太稀有了 要不是再来看一趟 我真的要跟这些二十四K金线 擦肩而过了 但是这些呢 再怎么样也比不上你 总监大人 不用这么暧昧吧 我真的是来看布料的 你才是这世界上的唯一 那这块布料呢 我才不告诉你呢 不要再戏弄我了好吗 这趟布料怎么选得这么难啊 不告诉我算了 反正现在是网络时代 我可以从网上查的 小郑 开快一点 好 上次选的布料 和我现在选的这几块布料 都蛮适合我设计的服装的 怎么办啊 好难选啊 我看你选择上次的吧 上次的花色变化比较多 材质的可塑性强 你可以做出一种 较立体的感觉 也是 那就选上次那块吧 好 我尽快帮你订这布料 那麻烦你了 那我就先回去吧 回什么回啊 为了恭喜你找到 适合你的布料 我们要好好庆祝一下 等我 我去拿香槟 这有什么好庆祝的 再说我们还要回去上班呢 周大设计师 不击溃布无以至千里 这块布料可是大有作用 它关系到我们 下一季产品的设计 所以一定要好好地 庆祝一下 等我 马上回来 我就觉得 昨晚陪他看完夜景 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好 幼婶 夫人 就灵在家吗 在家 和周小姐到书房里去了 知道了 好的 夫人 你干什么 阿姨 您好 你凭什么动我爸的东西 我刚才在看布料 突然发现就 周虹英 你是笼子吗 昨天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你今天竟然还敢上门 我清清楚楚地说 要你离我儿子远一点 怎么 今天是特意来给我难堪 还是听不懂人话 不是的 我是来调布料 总监他 我不想听你解释 给我出去 这不是那块陶佩吗 怎么会在他身上 阿姨 这块东西是我的 这东西哪来的 我从生下来就一直戴在身上了 阿姨 这块东西是我的 这东西哪来的 我从生下来就一直戴在身上了 我从生下来就一直戴在身上了 阿姨 对不起 我以后再也不来了 能不能把这个东西还给我 谢谢阿姨 我带替我妈再次跟你道歉 我没事 只是阿姨她为什么会这么对我 是不是我之前哪里得罪她了 也许我妈觉得我不够努力了 在这个时候她希望我能好好打拼事业 不希望我因为其他的事情而分心 所以她才对你这种态度 什么 你说陶佩在赵红莺的身上 会不会看错了 我看得可仔细了 那绝对是宇天亲手做的没错 以前这个陶佩啊 在小雨身上 红莺呢又帮过小雨 会不会是小雨送给她的 谁会随便把这种东西送给别人呢 你想想看 这个周红莺 可是周本身跟伊莲的洋女 她的身世本来就是不清不楚呢 而且是周红莺她亲口告诉我 这陶佩是打她出生就带在身上的 这还假得了吗 嗯 永泰 这周红莺的身世 一定要尽快查个水落石出 要不然我每天晚上都会睡不着 平平 你放心 我的血液样本呢 已经和老狐狸的血液样本对调了 只要拿老狐狸的血液样本 和周红莺的血液样本做个DNA测试 结果就会清楚了 一旦要是确定周红莺就是白家的种 那就绝对不能让她再留在白湖企业 平平 我现在马上去医院 找人做DNA测试 你最近也优质点 别让老狐狸再起一兴了 嗯